那我们就直接看第18页的单字先 笔记本先打开 Strong这个字叫做什么 Strong强壮的 记得那个的 所以笔记本这是第几个单字了 22很好 第22个单字叫Strong 可是其实啊 这个字呢 你强调人的时候Strong没错 可是麻烦你帮我写个小写的e 他的相反 你觉得Strong的相反是什么 弱的对不对 所以叫做wink wink就是虚弱的 可是你知道第二个 Strong他的相反 他的第二个叫做light 是淡的 不是电灯哦 这个当使用词的时候是淡的 所以呢 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单字 譬如说像我 我以前都是喝那个espresso的咖啡 那咖啡是很浓的 我们也没有Strong 所以Strong这个字还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强壮的 第二个是很厚烈的 那相对的 他的第二个意思 wink呢 是虚弱的 不写弱好 那记得加个的哦 因为他是形容词 有点不好写 好 因为我们在录音 所以今天有任何问题都等下再问 当我们录完有问题再问 好啦 所以Strong这个字 敬离bendu一下 好 再来 来不及就回去看影片了 来 下一个单字呢 叫做brown 什么词 情容词 所以他的中文一直叫 可以 棕色的 咖啡色的 可以 棕色的 咖啡色的 等你们一下 棕色的 或者是咖啡色的 我顺便确定一下 ok 往下咯 第二个呢 备注的地方 那你觉得brown这个字 第二个 比方写个e 等一下 我的b 来 写个小写的e 我一个人有大写 很多大写哦 他是一个姓氏 所以布朗先生 叫做Mr. Brown 这个时候的brown 为什么我的第一个字大写 因为他是专用名词 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姓氏 因为我们中文讲姓名啦 英文讲名姓 可是第二个呢 brown除了当形容词之外 brown他同时也是名词 那名词的时候 简单来说 把那个的去掉 就是咖啡色 所以它可以是名词 可以是形容词 所以所有的颜色都一样 它两个词性 一个形容词有的 一个没有的的 就是那个颜色 那人是实地路都是名词 有个基本的概念 所以大家知道 brown当大写的时候 是名词 就是姓氏 我们就翻成雾蓝 那很多颜色都可以当形式 绿色 格林兄弟 green 也可以 怀特 兄弟 white 白色 所以这些颜色呢 在外国他们其实颜色可以当形式 还有就是他的职业 职业也可以当形式 好了 再来往下 下一个单字呢 这个字就蛮重要 是用它的词性 有看到它的词性吗 什么是coj 很好连接词 可是bug这个字呢 还备注一下 因为我们平常在讲的时候 bug大概都是接相反的 所以我前面如果是好的 后面就必须是不好的 前面是不好的 后面就必须是好的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例句 看下了 don't speak 感觉好像大字不错 好像又不太好 但是 he's not 好像大字应该是要很凶的 不够刚好 他不一样 他是很友善的 所以bug这个字 你备注的地方 好来等我一下 来写一下 写一下 e bug这个字 就请你帮我前面写个正 don't help but 写个负 你知道我在写什么吗 前面如果是负 后面就是正 为什么要这样写 前落相反 对 前落相反 就是一个正 一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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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吗 好 再来往下咯 下一个单字叫做 你们怎么念啊 bear bear还是beard 对 泰迪熊怎么说 tady bear 对很好 那你觉得bear可不可数 可数 对我们会讲一只熊 可以 对 所以来写个1 熊先写咯 我太快要跟我讲 我尽量能等你我就等你 这是因为有点感 所以我尽量把release上 好啦 写个1 好啦 错东西了 来第一个写个2 bear 因为你们最容易错的 就只有前面忘记冠词 那如果很多之熊 请你用fairse 也就是你从这里知道 他是可以数的 可是第二个我们的单字书里面 有上到这个字 他当动词的时候 叫做容忍 生残 I can't bear him anymore 我再也受不了他了 这叫容忍 第二个呢 是生残 所以he was born in summer 那个过去分词 生残的生 生小孩的生 可是大概都会用过去分词 因为没有人是自己生出来 他觉得是被生出来的 所以这个字的第二个意思 它是动词 ok咯 再来下一个单字呢 叫做fruit 好 谢谢F-R-U-I-T 你先判断一下 你觉得这个字很特殊 你有发现这个字吗 因为到时候会上到特殊 你会发现这里有some fruit 有没有发现到没有代词 请这个字跟food很像 跟食物那个字很像 你先备注一下 好 我们先写再补充的例子 好了 来第一个 你先写个e 平常我们在讲水果的时候 它是不可数得 所以很多水果 请你用lunch fruit 可是你什么时候可以加s 有 它还是可以加s 我加s的时候 基本上你已经知道 这个是各式各样的水果 这个时候你才会加s 不然平常的话 其实fruit 这是水果的通称了 可是我要强大那个种类 好多好多好多种 不可以 你就加s 然后写个2 水果摊 卖水果的 我们大概都不是去超市全联 加2 可能就去水果摊 对不对 水果摊怎么说 知道吗 嗯 要完了 然后写上去 fruit stand 可是我写的是错的 对 我刚故意用 请你们拿红笔 我的是蓝笔 你们用红笔 你刚好没有电档 这个s 就是 不是卖水果 各式各样的水果吗 记住一个概念 水果是名词 它不会这个statement是 它会是名词 两个名词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前面这个名词 它会变成所谓的形容词 形容我后面这个名词的一种功能也好 或者是它的特色也好 那因为呢 形容词没有附数 你去想啊 书店怎么说 book store book store book什么加s 没有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玩具工厂怎么说 toy shop toy factory toy有没有加s 也没有 对 所以我们基本上 两个名词放在一起的时候 前面的这个 它会变成所谓的形容词 所以我们不加s 这样 OK吗 选择就要适合他咯 好来下一个单词 这个我们那时候段调的时候 诚效最错 而错最多就是他 来favorite这个字 你先写个1 不是1 先帮我写个最下一个 可是你知道这个字 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们最容易错 因为啊 我写在五初的地方 m-a-v-o-r-i-t 好了吗 形容词最喜爱的 然后帮我写个1 就是你们最容易错的地方在哪里 先帮我写个1 当名词也行哦 它就是你最喜欢的人事物 you are my favorite 那个favorite就是人 he is my favorite 那个也是人 this toy is my favorite 那个就是我 这是要出力的利益点 可是第二点呢 我说我们那一年考试啊 全部的人最容易错的地方在哪里 来 你拿home b出来 刚好我现在这个也是蓝笔 favorite这个字 它有一个怪品 你要用它可以 可是你一定要记住 我变个颜色 它的前面 你一定要所有格 什么叫所有格 什么叫所有格 可能是my favorite 可能是his favorite 不然就是人命 e ps favorite 然后那一年就是很多人 favorite前面都忘了加所有格 超多人错 就是不要加 就是不要其他的东西 就是一定要所有格 所以我最喜欢的叫favorite 你最喜欢的叫your favorite 你最喜欢的叫your favorite 可是就是不能单词只有一个favorite 下一个单词就是big good他的特色 他全身 哦爆他 冬天爆他 对 那hair这个字你要先知道 hair其实不是只有头发 hairy这个字叫毛绒绒的 毛绒绒的 所以你要背处的地方 先帮我写个e 补充咯 我先写个e 好吗 hairy毛绒绒绒的 都绒完整不会写 他帮我写个e 很好笑是要请你们画画 写个e 他是毛绒 hair就是毛绒 可是你知道吗 像如果我说他有一头长绒 你写个例句在这 他有一头长绒 叫she has 一头of long hair 你知道外国人如果听到你讲这句话 他不吃就笑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你知道我画给你看 假设这是一个女生 因为我们他会画画的 根本通常是拿花束 假设这是一个女生 他穿裙子 这是他的时候 你知道如果今天我说他有一头长绒 你知道那个一头长绒的意思是什么吗 他是这样 一根 他全根就是一根头绒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说他有一头长绒 请你把那个耳去掉 因为平常头发 就像我这样问你 你现在请问你你头上几根头发 数不出来 数不出来 而且我们一天每天大概给你听完掉 一百个头发左右 所以平常我们hair这个字 你放写个s上去 咋咋咋咋 不行 就hair这个字是不可数 是因为我数不出来 我们每天的头发数量数不出来 不会 我有人想数头发 几根 所以hair这个字 你要备除的是 他不能数 可是如果今天我跟你说 我的那个碗里面 我的饭里面一根头发 我们这个时候好像都会这样讲 对不对 那个时候可以数 平常我们不会数头发 除非你很清楚知道 你看得出他的数量的时候 你才可以勉强是appare 这样吗 所以什么时候是appare 很清楚看得出来的时候 可以哦 不然的话 平常hair我是不加s的 你可以把这个画上去 那一根头发 along hair 这个女生多可憐 那她每天要小心顾那根头发 不小心输一输完掉了 她就变光头了 对 所以这个要小心 就是我故意画这个图片给你看 就是要自己小心 hair是不能数的 平常不能数 好 再来下一个单字 就是被笨住的地方 好了 这个呢 叫做forrest 如果有机会了 我倒真的很喜欢住在山上 不然住在森林里面 我很不喜欢住在都市当中 因为第一个太吵了 可是呢 森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当然就是客气的情形 对不对 所以forrest可不可数 一坐森林 会不会这样讲 鬼哦 你会讲自己做森林吗 他可以数 你就是平常你在讲可以一个两个的时候 那个就叫可以数 所以来写个一 好了 他可以数 可以是 大部分都是in the forest 比较多了 我们会限定 forrest我偷懒 我这样写 这个字就是for 你就像我这样写 没关系 没关系 就像我这样子 就知道他这个 就是这个单子就好 这样而已 没有我们做什么了 好 最后一个单子 叫做footprint 你有几个 应该是两个啦 因为你跨出右脚 应该也要跨出左脚 不然你会站在那边吗 所以footprint这个 你可以背出的第一个地方 脚壁一定是可以数的 因为你要左脚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一定大概会几条几步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forprint呢 你先写个e 好了 因为呢 它是两个字组成的 e它是foot 是脚 2 它是print 那print这个字呢 其实就是in 东西的e 所以in表姬怎么说 不会 没关系 没关系 放写 foot的旁边帮我刮 他写个feet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只脚 我差点讲一根桥 一只脚叫做e foot 可是我们合理来讲 他脚都是两只脚 两只脚叫做two feet 不要这样的时候 因为它被规则 所以一只脚one foot 两只脚two feet 好还没完 还没完 然后foot这个字呢 第二个 我们等一下学 然后再来of three这个字呢 除了是硬核印记之外 帮我写个printer 就是印表姬 就是印表姬 道路那边都讲大印记的 印出来的那一台东西嘛 叫printer 好 然后写个三 foot这个字呢 我要备注的地方是他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叫做印尺 印尺 所以我今天如果讲说他五尺高 五尺 他五尺 他的身高就五尺 你知道吗 他高不高 身为高三毕业的学生 五尺叫做five feet tall 我这样子叫他五尺高 你觉得他高不高 你要这样怎么算你知道吗 一码就是三尺 一尺就是十二尺 一尺就是十二尺 一尺就是二零五尺 一尺就是二零五尺 所以我怎么算他高不高 你第一个五尺要先乘以十二 二零五尺 再乘以二零五尺 二零五尺 二零五尺 高三毕业的男生 对 其实不高 五尺 就是一码就三尺 一尺就十二乘以十二零五尺 一百五尺 几公分而已 男生价格的 还有一点 太小吃了 嘘 我单诺 我单诺 好了 好了 单字的部分呢 就在这边 再来我们就直接看课文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他们Bitfoot出现的地方 不过呢 要请你们先看的地方在这儿 先看一下动画 I am tall and strong I am not an elephant I am proud and good But my mouth is bare The horse is my head Fruit is my favorite food Yet is my good friend Yet is my good friend Those are my prince They are very weak I am bigfoot I am bigfoot 好 这个Running不难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大概就是它的在讲话的地方 所以呢 第三个地方你只请看 它说 请你观察三张图片的差异之处 这三张图片的差异 但自己看一下 我们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就先快速带过 来翻到你的十八页 好了吗 我按第一个要请你们写的地方 来把tone and the strong写个形容词 那我们在上这一课的时候 我一直提醒你一个概念 所有的形容词前面 一定要有四字机 四字机是谁啊 逼动词 对 我的逼动词一定会跟着你的形容词 除非你们之后还会上到连缺动词啦 所以I am tall and strong 其实简单来说是 I look tall and strong 所以这个连缺动词大概就是形容一个状态 所以我又高又重 I am not an elephant 把这个not写个地图 还记得地图放在谁的后面 对 对 一定放在四字机的后面喔 所以如果以这个句子来说 我说我请你把我把I am not I am not an elephant 请你把我把改成疑问句 不是造缘问句喔 改成疑问句的时候 请问I am not an elephant 怎么变成疑问句 Am I Am I 很好 因为四字机要去前面读 所以Am I not an elephant 那因为四字机要去前面了嘛 所以记得加上 我很好 对 改移问句跟造缘问句是不一样的喔 好不好 所以我又高又重 但是我又不是大象的 I am brown and hairy 再把brown 这个字的话 还是要提醒你一件事 brown是形容词 形容词大概99% 我们讲99% 几乎都是搭配必动词 因为形容词大概就是它不是动作嘛 所以我需要的是必动词来用 所以呢我呢 身上不是咖啡色的 而且毛绒绒的 但是 这个很重要 你们考试呢 我只拜托你这件事 这个 你都把这个拿好笔圈起来 你知道你很容易 忘记这个动号 不要小看这个动号 这个动号是几分喔 一分你总分就差五分喔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动号来往前 你拿不同颜色的笔出来 我也拿个不同颜色的笔来 i写个主词 m写个动词 所以有主词有动词 在英文里面 这样就叫做句子了 因为句子是去当主动受低时吗 受有的地方时间我都可以不要有 没关系 可是基本款主词叫动词要有 然后第二个 i又是主词 m又是动词 请问你我这里这样算几个句子 两个句子 那两个句子的中间 只要句子跟句子中间一定要有连接词 这是连接词你们要记得概念喔 连接词就是那个CONJ 这个叫连 我写CONJ 我干嘛那种笨太小了 还写中文 难写什么 连接词的功能就是连接两个句子 什么叫句子 怎么叫句子 主词 主词 动词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 BUT连接的是两个句子 可是前面可能是好的 后面可能就是不好的 或是前面是肯定句 后面就是同定句的时候 他会变成用BUT这个字 因为NOT这个字 所以你看前面是肯定句 就是正 后面有NOT就是FU 所以一正一复的 我们用的就是BUT这个连接词 所以我虽然呢 我身上是我们棕色的 那种毛茸茸 但是我又不是熊 但是接下来的 但the forest is my home 然后这个LE圈起来 写个定罐词 我们做一个喔 你学英文学了一千年 定罐词也只有这一个了 这叫定罐词 那为什么要有定罐词 因为限定这一片生理 所以这一片生理呢 是我的家 所以笔词前面不是2 就是了 就是了 就是m 两个挑一个用 所以这一片生理呢 就是我的家 the forest is my very good 把free圈起来 你你觉得很奇怪 水果不是一单各式各样吗 为什么这里用的是乙词 不是加乙词 因为我刚刚有跟你说 平常水果会不可数 不可数 对 所以不可数在英文里面 不可数在英文里面是代数 所以这里用的是乙词的原因 所以这里用的是乙词的原因 所以这里用的是乙语 当然除了乙语之外 还有一个是因为它不可数 因为它没得数 没得数 我们就把它归在单数就好 省水果 是我最喜欢的乙语 那这句可以颠倒喔 这句可以变成 my favorite food is fruit 对 前方可以对调 第二个 my favorite favorite这个字 方法从mine圈起来 我已经提醒你很多边 favorite是一个 前面要所有的 the yeti is my good friend Yeti是我的好朋友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人 动物大概都是群居的动物 比较多 所以我们大概都需要朋友 再来look look的下面 包写的论子 拉出来 如果平常没有讲的时候 一定是look at 你要看着谁 我们平常是look at 一个人 可是如果今天我没有叫你看着谁 我说看 看 对 我没有讲谁啊 我说看 可是如果没有讲谁 你就look就好 有没有发现要听他 这种叫做感叹句 感叹句 所以赶快看喔 那我们赶快听嘞 listen 对对对对 很好 不用hear 所以赶快看 those are my blueprint 来吧 those 写个2 are 写个2 然后呢 拉出来到这里的s 再写个2 提醒你 英文里面单数复数要一致 所以前面的lose是远的 很远的那些 那既然你用lose 一定要当量啊 front range 你要跟着加s 所以这些都 那些都是我的脚印 但lay are very big 请问这个lay指的是谁 脚印 对很好 拉到这里来 指的就是这些脚印 所以呢 为什么我的脚印很大 因为我就是丙丙有名的 Binfoot 对 大家回来 讲ok吗 好 这是课文的部分 再来回谈到下一页 因为今天时间不公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全部上转了 来 听听咯 好 回答案 read and check 建议打工 op beer time about 他你也可以听这些单词 好 我就听到这边了 这个就是他 bigfoot他的自我介绍的东西 ok了吗 好 那你备注的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他住在哪里 forest forest 第二个他看起来怎么样 有高 有brown 有strong 有hairy 对了 那他最喜欢的食物是啥呀 fruit 没错 所以就够他 ok了 好 那再来我就直接给你看答案了 哦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 来 简啊 我就把点了不就行 来 点开 就放大一遍 刚刚你已经供的在这里嘛 这里供完了 对不对 供完了吧 好 下面的地方 有没有要写什么 没有 就这样可以啊 然后下面这里 ok了 所以eanti wow so nice 那这是他 他给他的留言啊 讯息啊 你不然说 就是你们的一些用語 好了 这是他的好朋友啊 他不可以有好朋友吗 可以啊 好了 那再来呢 下面呢 请你看一下 请你比较bigfoot 跟eanti 他们的个人资讯 然后呢 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把它写上去 hunk forest mountain hunk luck brown tough straw hair binkfoot but food food fruit meat 也就是他们两个呢 有相同的东西 他们两个有不同的东西 binkfoot最喜欢吃什么 水果 Yanti喜欢吃什么 肉 对 然后binkfoot什么颜色 brown Yanti什么颜色 大雪怪一定是白色吧 那他们两个重叠的有什么 他们两个都很大 所以第一个tone 第二个 strong 第三 henry 第四 对 food prince 拜托 帮我加个s 上去 阿里高度过代 mas 记得加s 哦 因为他们两个都两只脚啊 就是走出去一定是两只脚啊 所以不要忘记 好了没 好了 那这个我都上完了 所以就跳过 这个我们之前都上过了 没错吧 好的 那上面咯 上面 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说 我们大概三点就把音标上完吗 没错吧 所以你们发现 第一个我们上到的东西 这个叫做什么 E 当然写上去 你不会就这样子写的E 然后然后唱 这个怎么练 E 没错 判定的是E 那这个咧 E 对 判定一句 所以一个是长谷音 一个是短谷音 好啦 那下面第一个 两个E加在一起 记得两个短谷音加在一起 就变长谷音了 所以上面的是E 下面的是2 长谷音就写E 短谷音就写2 好那我们试试看 我们先放听给一下EA 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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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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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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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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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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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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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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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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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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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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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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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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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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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